好 弟兄姊妹 今天希伯来利的8月18 我们这个星期我们要学习的 帕拉夏加帕拉夏 瓦 Aidra 我们这个星期的内容 对吧 开篇 亚伯拉罕 接待 三位反客 那么Rashi接近 这是三位天使 对不对 三个天使 那么 第一个天使叫米加勒 米哈埃 他给沙拉 报喜讯 要生儿子 伊萨 第二个天使 叫Gavriel Aidra 加百利 那么他的使命是毁灭 所多玛 谁动 第三个天使叫 Raphael 利法义 对吧 他的使命 是医治亚伯拉罕 割离的伤口 因为这个 开篇亚伯拉罕 对吧 这上个星期 亚伯拉罕 行的戈里 那么开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 戈里的 第三天 最疼痛的时候 那么接下来 Rashi 告诉我们 因为一个天使 只能行出一个使命 所以说 神派遣了 三个天使 那你说我们怎么看不出来 对吧 一个天使 只能行出一个使命 那么Rashi 解经的依据是什么 在这个经文里边 当提到天使的时候 整个篇章他用的动词 都是复苏 对吧 比方说 Vayhelu 他们吃 对 因为亚伯拉罕款待他们给他们吃的 他们吃 Vayhelu 是个复苏 他们说话 Vayimdru 也是一个复苏 但在报喜训的时候 动词却出现了单数 Vayomer 他说 在说毁灭所多玛的时候 那么动词也是一个单数 Erdah 我要下去 对吧 所以说 三个天使同时吃是复苏 但具体报喜训是个单数 具体毁灭所多玛 是个单数 所以说Rashi得出一个结论 对吧 这是按照拉比特传统解经 一个天使 只能行出一个使命 对吧 一个天使不可能行出两个使命 行出两个使命 需要两个天使 对吧 因为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 天使的希伯来文叫马拉 马拉 把他变成阴性 叫马拉 马拉是工作的意思 对吧 一个天使 做一个工作 如果你有两个工作 需要两个天使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发现 最后去索多玛的是两个天使 你说开玩笑 就三个天使 三个天使 最后去索多玛怎么出现两个天使 对吧 那么Rashi给我们解经说 两个天使去索多玛 一个的使命是毁灭索多玛 另一个的天使 他的使命是救罗德 你说这个对吧 你不就三个天使吗 怎么出现了四个使命 那么Rashi解经他说 给亚伯拉罕医治这个山口的这个天使 对吧 Rafael 他随同加百利 去了索多玛 那么加百利 代表审判 他的使命是毁灭索多玛 而这个Rafael 他的使命 是救罗德 你说开玩笑 你刚刚告诉我一个天使一个使命 对对你立马又告诉我 这个Rafael这个天使他居然有两个使命 对吧在亚伯拉罕那里 给他医治山口 那么接下来 去救罗德你说难道这个天使不够用吗 对两个使命怎么派了一个天使 是吧这是个问题 所以说第一代有很多解经 对吧这么几百年几千年 这个拉比都在解经为什么 那么其实这个也很简单 对吧 那么 这里的唯一一个答案 是什么 医治亚伯拉罕 割里山口的天使 或者说医治亚伯拉罕 割里的山口 和救罗德脱离索多玛 在本质上 是同一个使命 但是我们怎么去理解 这是我们这个星期要分享的 那么其实我们还要提个问题 对不对 什么问题 这个亚伯拉罕上个星期蒙召 对吧这个 到迦南地 成熟产业 这个罗德和他一起下来 罗德就仿佛是亚伯拉罕的一个门徒一样 对吧 亚伯拉罕是个义人 那为什么后来 从埃及出来以后 这个亚伯拉罕要和罗德分家 为什么罗德要离开 亚伯拉罕 对不对 那么多地方他不去 他偏偏偏选择了在罪恶之城 索多玛离居 为什么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这个索多玛的罪究竟是什么 对吧 好像基督教和犹太教 这个领受好像不一样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 圣经要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 首先是报喜训 以撒要出生了 接下来立马派天使毁灭索多玛 为什么 以撒的出生 要和索多玛的毁灭 联系起来 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回答 这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索多玛的罪 索多玛的罪好像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领受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基督教普遍认为索多玛的罪是同性恋 对吧 比方说犹大书第一章第七节 索多玛 俄摩拉周围诚意的人也造他们一味的行淫 看见没有是淫乱 算从利益性的情欲那就是同性恋 对吧 就受勇火的刑罚 作为 见戒 那么很显然是同性恋了 但如果你听拉比解经 对 这个拉比解经 很少提到同性恋 那么拉比解经讲的最多的 你如果听拉比解经 索多玛的罪是缺乏 没有恩词 他的经文的依据是以西节书16章49节 看哪里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 他和他的众女都心交气傲 粮食饱足 大享安逸 并没有扶住 困苦和穷罚人的手 对 拉比传统解经告诉我们 索多玛 是个相当富裕的一个城市 但他们 却立法 禁止人去帮助穷人 对 每个人 自己把自己的事情管好 不要出去帮助人 不要有 这是拉比的解经 对不对 如果听拉比解经 他们的侧重点在于 索多玛 没有 没有恩词 表面上看这个是矛盾 其实没有矛盾 同一个概念 对不对 首先什么叫 恩词 恩词 这个我们大家学了很久了 对吧生命书的右边叫 恩词 给出 他的对立的面 叫什么 大能 又叫 审判 同一个概念 大能的审判 大能 定 审判 这两个属性是生命书的右边和左边的概念 对的 一个是右边一个是左边 右边的话是白白的给出恩词 恩典恩词 白白的给出 你不需要做任何工 白白的给你 对吧 即使对方不配 那么你也可以 那么你也可以 他也可以白白的领受 那么与这个概念相反的是什么 是大能的审判 对吧 大能的审判又叫真理 什么叫真理 真理容不得一点点的虚假 如果你不配 你就不能得着 对不对 没有白白给出的面包 对吧 你要吃饭 你必须要做工 对吧 正如经上基础说 这叫铁后三章十节保罗书信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 很简单 你种瓜得瓜 你种豆得豆 对吧 你以前当然不工作 你当然没有饭吃 这叫什么 这叫真理 这叫公义 对不对 这是对的 对吧 所以说两个属性都是对的 两个属性都是对的 一个是黑色的 一个是给吴德拉 黑色是白白给你 给吴德拉 你必须要劳动 对不对 如果你不做工 你就没有饭吃 代表审判 那么 所以说这个给吴德拉 这个大能是什么概念 代表限制 代表制约 代表审判 什么叫审判 审判就是判断对方配不配 如果你不配 你就得不到我的恩赐 所以说 在拉比的解禁里边 索多玛的生活是相当的富裕 充足 但他们却没有黑色 不愿意帮助穷人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大能的审判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吧 索多玛 他拒绝白白的给出 他当然也拒绝白白领受的器皿 所以说拉比在密西纳里边 对吧 或者叫做 Pakea Vote里边有这么一句名言 说人有四种 第一种说 我的是我的 你的是你的 是一般人 也叫索多玛 也就是索多玛的意识形态 其实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 我的是我的 你的是你的 井水不犯河水 这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说 我的是你的 你的是我的 是没有文化的人 傻瓜 为什么 他说我的是你的 我的你随便用 那你的也是我的 我也用 这叫什么 傻瓜 没有文化的人 为什么 其实他的本质是贪婪对方的东西 所以说他说 你用我的 这样的话 下次有机会了 我用你的 这傻瓜 没有文化的人 第三种 我都是你的 你的是你的 这叫什么 这叫敬千人 这是完全的给出 完全的 Hesed 对吧 我都是你的 你的是你的 我不图你的 我不占你的小便宜 那我的的话 我白白的给你 这叫 这叫Hesed 对吧 这个中文把它翻成叫敬千人 对吧 所以说敬千人 这个西伯来文叫Hasid 对吧 就是Hesed Hesed Hasid 对吧 第三种人 那么第四种人怎么说 他说 你的是我的 我的也是我的 这是什么 这是恶人 全是我的 没有一个是你的 对吧 这叫恶人 那么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种人 我的是我的 你的是你的 而绝大多数人 都是所多玛 的内心 那么其实 神创造天地 对吧 就是说 其实所多玛的意识形态 并不完全错误 对吧 神创造天地 首先是审判 对吧 所以为什么创造天地 神的名字是Elohim 代表审判 对吧 就说 如果你不做工 就没有吃的 如果你不配 那么你没有功德 没有好的行为 你就没有资格 活下去 但后来神认为这样做的话 这个世界没法存留 对吧 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接受这么严厉的审判 所以说 在第二章开始出现了耶和华的名字 那么耶和华代表联名 对吧 就说现在 就说尽管神最初的创造 是真理的公义 公义的真理 但是没有任何人 但是没有任何人 能够接受这么严厉的公义 这么严厉的真理 这么严厉的审判 没有任何人能活下去 神意识到 这样做的话 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存留的 所以说神最后加入了恩典的成分 所以说今天我们很多人并不配 所有的人都不配 但是我们都得住了恩典 那么这个世界对吧 充满了罪恶 也没有表面上没有那么快的审判 对不对 虽然说这个世界才能存留下去 但是 神创造天地最终的目的 是白白的给出 对吧 白白的给出 只不过呢 那么 或者说 有这种说法 将来世界是真理的世界 也就是说 现在世界是一个恩词 对吧 因为在今天 你做坏事了 好像也没有报应 其实是有报应的 只不过呢 看起来不明显 那么在将来 就容不得一点点的虚假 那叫真理的世界 对吧 所以说索多玛代表什么 索多玛代表 严厉的审判 没有恩赐 那么在 现在世界是不可能存活的 所以说神要把索多玛给毁灭了 那么尽管 这个 纳比传统一般认为索多玛的罪是恩赐 但是也提到了同性恋 那么在纳比传统里面告诉我们 索多玛给男人和男人发结婚证 听起来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国家一样 男人和男人可以结婚 同性恋 而且是合法的 同性恋在索多玛是合法的 那么严厉的审判和同性恋合法有什么关系 男女的男女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是给出和领受 对不对 男人是给出 男人总是对应右边的黑色 女人是领受 女人总是代表左边的大人的审判 对吧 男女关系的本质 是给出和领受 对吧 男人给出金子 给出 白白的给出 女人领受金子进入器皿 才能够繁衍下一代 你繁衍下一代以后 那么父母也要白白的给出给自己的下一代 白白的给出 但是索多玛 他拒绝白白的给出 和白白的领受 他自然就拒绝男女关系 因为男女关系是相互的依赖 对啊 一个给出一个领受 对吧 所以说索多玛 他推崇男人和男人的性关系 为什么 因为男人不能够领受 所以说男人和男人发生关系 没有领受也没有给出 对吧 也就不会有白白的给出 也就不会有什么下一代 所以说索多玛的意识形态 是必定会导致同性恋 对吧 所以说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索多玛的罪是什么 是极端的审判 容不得一点点的恩赐 对吧 所以说他容不得男女夫妻 这个正常的男女关系 所以说他推崇同性恋 对吧 因为同性恋是完全放重自己的欲望 却不想承担任何后果 对吧 因为他不可能生儿子 对吧 没有任何后果 对吧 你不像这个男女关系 对吧 你还有一个后果 什么后果 可能要生孩子 对吧 生了孩子以后 你还要补 你还要去补育他 但是如果同性恋的话 既可以放重自己的欲望 他也不用担心 白白的给出 对吧 所以说索多玛的极端的审判 和同性恋是有内在的联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关系 那么亚伯拉罕我们知道 代表恩赐 对不对 生命说的一边 亚伯拉罕我们学了很多年了 这是标准的解经 亚伯拉罕是黑色的恩赐 以撒是格罗拉 大人 这个亚伯拉罕是美丽 Tiferet 对吧 右边左边中间 那么以撒的审判 是正确的审划 是有分寸的审判 很到位的审判 是真正的真理的审判 那么既然如此 索多玛的审判 就是错误的审判 不完全的审判 对不对 代表审判的 这个 我们叫做什么 叫壳 是吧 卡巴拉的果子和壳 外壳 对吧 所以说索多玛 代表错误的审判 所以说在正确的审判 以撒 出生以前 必须要去掉 错误的审判 索多玛 这就是为什么 在圣经里边 要把天使给撒拉报喜讯 生儿子 和毁灭索多玛 放在一起 对不对 因为在正确的审判来临以前 必须要去掉 错误的审判 如果你考察数字很有意思 索多玛的西伯来文叫什么 叫 数字104 以撒的西伯来文叫 以撒克 数字208 104 正好是208的一半 那么一半就代表不完全 对不对 你撒的一半 你不完全 对吧 所以说以撒代表完全的审判 索多玛 代表不完全的审判 是一种极端的审判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罗德要和亚伯拉罕 分道扬镳 亚伯拉罕 代表 黑色 恩词 罗德要和亚伯拉罕 分道扬镳 就说明罗德代表审判 对吧 这也干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他要定居索多玛 因为索多玛代表极端的审判 罗德 追求审判 所以说他和亚伯拉罕 分道扬镳 我们来考察数字 相当令人震惊 亚伯拉罕在改名字以前 叫亚伯拉罕 数字 243 罗德的希伯来文叫 Leit 数字45 加在一起等于多少 288 令人震惊的是 288 正好是 Hesed Givra 的数字 Hesed 恩词 Givra 大人 正好是生命书的右边 和左边的两个属性 Hesed 和Givra 的数字之和 对吧 从这个地方 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 对应的是恩慈 罗德 对应的是大人的审判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罗德 要离开亚伯拉罕 对吧 要定居 所多玛 那么罗德 我们知道是 沙拉的弟弟 对吧 那么沙拉也是审判 对不对 亚伯拉罕是恩慈 沙拉是审判 你说为什么沙拉是审判 因为沙拉 审判 夏甲和以什玛利 对吧 可以将他们赶出家门 这叫审判 这叫大人啊 严厉的审判 对亚伯拉罕 不可能 把夏甲和以什玛利 赶出去的 对吧 所以说沙拉也是审判 如果你把 罗德的名字把它展开 他的数字是505 505 正好是沙拉的数字 看到没有 罗德和沙拉是这个弟兄兄弟姊妹 对同一个父亲 那么罗德 他的西伯拉罕是什么意思 Leut 是蒙上的意思 对吧 比方说猎王纪 猎王上 19章13节 有这么一节经文 Vaihi Kishmoa Eliy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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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见了 Vaiolette Palav Be Adato 就蒙 就将 就用他的衣服 蒙住了他的脸 那么这个地方的动词 蒙住 Vaiolette 就是罗德 同一个单词 Vaiolette 罗德的意思 罗德是蒙上 对吧 那么同一个单词 在亚南文里边是咒诅的意思 你说咒诅和蒙上有什么连接 联系 咒诅就是隐藏起来的祝福 隐藏 就是用什么东西给蒙上的概念 对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和罗德是相对的 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是祝福 对吧 Vai Vaiyahu 你是祝福 这是谁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祝福 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对立面 代表咒诅 对不对 祝福是白白的给你 黑神 登词 咒诅是什么 大人的审判 罗德 对吧 亚南文是审判的意思 对吧 所以说咒诅是蒙上的祝福 是被隐藏的祝福 为什么 一只亚伯拉罕割离的这个身口的天使 和旧罗德出索多玛的天使是同一个天使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两个动作的目的 是相同的 都是引出弥赛亚 亚伯拉罕 只有在行戈里以后 才能生 以撒 而罗德 必须要在出索多玛以后 才能生出 摩亚 和亚门 对不对 以撒的那条线 是弥赛亚的父系 那么摩亚人和亚门人的这条线 是弥赛亚的母系 对不对 父母 母系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母亲 那么这也回答 我们上个星期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亚伯拉 要救罗德出世王的手 对 这个亚伯拉 和这个罗德 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他要去救罗德 因为弥赛亚 最后要出自罗德的后裔 路德 那么这个经文 下面这个经文 隐藏了这个奥秘 创世纪十四章十六节 上个星期的经文 将被努力的一切财物 夺回来 连他侄儿 罗德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人民 也都夺回来了 那么这个地方提到了 他的财物 希伯来文 乌尔胡秀 他的财物 罗德的财物 谁是罗德的财物 你说简单字面称 金银财宝 这叫简单字面称 那如果你考察这个单字 和他的财物 乌尔胡秀 他的数字 等于532 这是耶稣展开的数字 对吧 这是亚伯拉罕 救罗德的真正的原因 因为在罗德的身体里边 潜伏了弥赛亚的火花 这就是罗德的财物 弥赛亚 对吧 那么亚伯拉 和罗德的数字是288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288 还有一个意思 在卡布拉里边 是288个失落的灵魂的火花 这失落的灵魂的火花 在哪里失落 在70个外邦国 对不对 70个外邦国里边 有288个灵魂的火花 加在一起等于多少 288 加70 等于 358 所以说 遭距失落在 70个外邦国 灵魂火花的是谁 是弥赛亚 弥赛亚的数字 358 358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么 弥赛亚必须要出自罗德的两个后裔 摩亚人路德 和亚门人 拉玛 摩亚人路德 和波阿斯结婚 亚门人 拉玛 和 所罗门 结婚 好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10分钟以后 我们再继续分享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刚才的分享 那么 刚才我们讲了 那么弥赛亚 必须要出自于罗德的两个后裔 一个是摩亚人的路德 一个是亚门人的 喇玛 那么如果我们来考察数字 相当令人震惊 那么路德的希伯来文叫 Ruth 他的数字等于606 喇玛 是165 两个名字相加等于771 这就意味着他的终点数等于386 耶稣的数字 看到没有 所以说从他们的名字就隐藏了 耶稣 是摩亚人路德 和亚门人 喇玛的后裔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所罗门娶了亚马人 喇玛做妻子 对 那么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 对吧 所以说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希伯来文 Shlomo Shlomo Ben David 数字等于441 加上 喇玛 他的妻子的数字 165等于多少 606 正好是路德的数字 Ruth 那么路德记告诉我们 波阿世 波阿世 娶了路德 那么波阿世的父亲 叫 这个中文把它翻成叫撒门 希伯来文叫 扫马 但这个名字 在路德记里边有两种拼法 一个是扫马 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 这个扫马 扫马的这个拼写和所罗门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原因 对吧 一个叫扫马 一个叫 Shlomo 同样的两个拼写完全相同 对吧 那么这个扫马 扫马 在路德记里边 它还有另外一个拼法 叫扫马 对吧 扫马 那么如果你去算扫马 用扫马去算数字 对吧 扫马 扫马的儿子 波阿世 叫 波阿尔 扫马 数字等于多少 557 加上摩亚人 Mov 数字49 等于多少 606 再次出现 路德的数字 对吧 为什么反复的出现路德 因为路德的属性是什么 是Hesed 对吧 以前我们学路德记 我们知道路德是Hesed 对吧 她向这个 她的这个婆婆 叫 拉米 行出了Hesed 对吧 而且Hesed这个单词 在路德记是大量出现 所以说路德 他是罗德的后裔 他用自己的Hesed 修补了 罗德的Gvdra 大量 接下来我们分享 另外一个话题 叫索多玛的言 创世纪19章26节 有这么一节经文 他的妻子回头看 在他后面 他变成 他变成了 一根盐柱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出现了索 索多玛的盐 这个盐是什么概念 对不对 盐是什么概念 盐 是酸碱综合的产物 对吧 是个化学反应 酸和碱 它要综合 它的综合的过程是什么 酸 给出自己的洋离子 碱 领受酸 给出的洋离子 合一以后 就是盐和水 这什么概念 什么叫给出 什么叫做洋离子 什么叫做领受 什么叫阴离子 给出 是右边的恩词 Hesed 所以说酸对应的是什么 恩词的属性 对不对 领受 是左边的大人 所以说减 对应的是什么 恩词和大人的合一 是什么 是美丽 对不对 所以说盐 对应的是生命数 终走的 美丽 对吧 盐的西伯来文 叫美拉 数字 七十八 七十八 是耶和华数字 二十六的三倍 对吧 代表圣明的三合一 右边 左边 和中间 对不对 就好像 阿尔绕解经 他说 为什么 在陀佬里边 把这个祭司的约 叫严约 在利维基里边说 这是个严约 因为大祭司的祷告 叫什么 对不对 这个大祭司的祷告 这三节经文 出现了三个 耶和华的名字 二十六 乘以三 七十八 盐的数字 对吧 三个耶和华的名字 代表盐 美意 对吧 盐的数字 三十八 是二十六的三倍 盐 从哪里来 盐来自于 蒸发后的海水 水代表恩池 对于那是右边 蒸发需要能量 太阳光 太阳光代表火 大能的审判 对于左边 对不对 水火是不相容的 这个太阳光的火 去烤这个海水 对吧 把这个水给蒸发了 剩下来的是什么 是盐 所以说盐 是右边的恩池和左边的大能合一以后产生的生命树的美丽 如果你考察数字 相当量能正经 所多玛的言的西伯来文叫 Milach Milach 史东 数字 182 不得不少 雅各的数字 雅各 为什么 因为雅各 总是对应生命树的什么 美丽 对不对 右边和中间的和左边的合一 但是卡巴拉的传统就告诉我们 言在他的源头 是审判 是大能 对不对 那么下降一个层面以后 成为恩池 对不对 所以说尽管在我们这个层面 那么盐对应的是美丽 是一种综合的反应的结果 但他却偏向于左边的大能 所以说盐不能够给多了 要适可而止 对不对 才能够领出食物自身的美味 对不对 你做菜 你做汤 你要放盐 但你盐不能放多了 对不对 盐放多就变苦了 太咸了不能吃 对吧 必须要恰到好处 那么这个汤的味才鲜美 对不对 这个食物的味道才鲜美 那是谁发挥的作用 是盐 对吧 因为盐对美丽 但同时又是大能 审判 不能太多了 对吧 所以说亚伯拉罕 他总是对应生命树的恩赐 黑色 那么伊萨总是对应生命树的大能 那么亚伯拉罕的恩赐的希伯拉罕是什么 黑色 阿伯拉罕 他的数字等于320 正好是所多玛的大能的数字 Gevra Gevra Sedon 对不对 Gevra Sedon 这个不是所多玛 所多玛的大能 104加216 等于320 所以说 所多玛 是代表大能的审判 大能的审判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所多玛的数字104 是伊萨的208的一半 对吧 所以说两个所多玛 Sedon Sedon 208等于伊萨 什么意思 一半 代表不完全 对吧 所以说伊萨 是代表完全的审判 所多玛 代表有欠缺的 不完全的审判 摩德的妻子 回头望了所多玛 就变成了炎柱 炎柱的西伯来文 Metive Melach 数字230 这等于所多玛的 罪的数字 Avan Sedon 所多玛的罪是什么 是不完全的 大能的审判 代表极端的 大能的审判 对吧 所以说所多玛的审判 必须要将它综合 要调和 要用恩词 但它偏偏缺 恩词 Hesedon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考察一下 这个罗德生的两个儿子 对吧 创世纪十九章三十七节 请问 那么他的老大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Vatikra Shemoy Mu'av 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Mu'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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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今天的 Mu'av Mu'ah人的祖先 小女儿也生了一个儿子 Vatikra Vatikra Shemoy Ben Ami 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Ben Ami Ben Ami Hu Avi Bene Aman Ad Hayun 他 就是今天的 雅门人的祖先 看到没有 罗德的两个女儿 帮他生了两个儿子 通过建议 通过这叫什么 这个女儿和父亲 生儿子 大女儿生的儿子叫 Mu'ah 小女儿生的儿子 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Ben Ami 那么 这个地方有个Zohar的结经 Zohar结经说 Mu'ah和亚门 是弥赛亚的两个外壳 所谓的外壳 就是污秽要去掉 其中 Mu'ah 对应的是 Laji 雅门 对应的是 Li'ah 看到没有 正如雅各娶了两个妻子 一个是Li'ah 一个是Laji 对不对 那么 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Li'ah和Laji的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Li'ah是通达 Laji是王国 Li'ah 对应的是 隐藏的世界 Laji 对应的是什么 是揭开的世界 显露的世界 对了 一个是隐藏的 一个是显露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Laji是外相 Li'ah是内相 一个是隐藏起来的 一个是显露出来的 那么 荣哈尔解经说 摩亚 对应的是Laji 你说摩亚是显露出来的 调明的 就说 摩亚是Laji的一个外壳 而雅门 圣地雅的外壳 雅门是隐藏起来的 那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摩亚的希伯来文 叫Moa 什么意思 来自于父亲 对吧 所以说 拉比姐经说 这个大女儿 这个脸皮太厚 对不对 他和自己的父亲 生了儿子 他还给自己的儿子 取名字 叫来自于父亲 出自于父亲 对吧 丝毫不隐藏 这是他和自己的父亲 乱龙所生 所以说 拉比姐经认为 他这个 罗德的大女儿 这个没有这个连 没有羞耻心 对吧 那么多名字 你不起 你起个名字 叫来自于父亲 所以说 他是显露出来 挑明的 我挑明了 我的儿子 来自于我的父亲 那为什么 这个雅门 都有隐藏的事情 因为这个二女儿 给他的儿子 起了个名字 叫Ben Ani 我百姓的儿子 对吧 那么这个名字 就比较含蓄一点 对吧 别人猜不出来 对吧 你说 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我的儿子叫Ben Ani 我百姓的儿子 别人不会怀疑的 比如说 你百姓的儿子 这个我看不出来 什么道理 对不对 你取我百姓的儿子 这个对吧 比较含蓄一点 对吧 不知道他的儿子 是乱伦所生 对吧 把自己的背景 给隐藏起来 说这个雅门人 是代表隐藏的世界 那么摩亚人 代表显露的世界 对吧 他挑明了 他说我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我的儿子家 来自于父亲 来自于父亲 从你父亲生的 对啊 对吧 所以摩亚人 是显露的世界 这个雅门人 是隐藏的世界 这是肉号的结局 对啊 所以说 正如雅各 通过利亚和拉杰 生儿子 建造弥赛亚的王国 那么利亚和拉杰 是亲姊妹 亲姊妹 那么摩德通过自己的两个女儿 生儿子 建造弥赛亚的王国 两个女儿当然也是亲姊妹 那么正如利亚 是隐藏的世界 那么雅门人 也是隐藏的世界 对吧 我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雅门人有个后裔叫 马马架给了所罗门 对不对 一般人不知道的 所以说雅门人 是隐藏起来的 是利亚的外壳 那么拉杰的话呢 是显露的世界 对于那是摩亚人 摩亚人显露出来的 对吧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路德 路德是摩亚人的后裔 是显露出来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这个摩亚人 是拉杰的外壳 对不对 拉杰的外壳 那么如果我们考察数字 相当令人正经 我们先来看雅各 雅各和他的两个妻子 利亚和拉杰的这个数字 雅各 雷亚 拉黑 等于多少 456 对吧 456 那么罗德和他的两个儿子 对吧 因为罗德的两个女儿的名字 没有给出来 圣经不给我们 给了他的两个儿子 那么就算儿子的名字 罗德 罗德 莫亚 莫亚 亚门 阿曼 数字等于多少 260 我们六个名字 相加等于多少 716 是令人震惊的是 716除以2等于多少 358 两大家族的平均数 358 米赛亚的数字 看到没有 整个都是设计 对不对 从亚伯拉罕那个系统下来 是米赛亚的父系 对 因为雅各 生这个犹大 犹大又生波瓦斯 波瓦斯 这个 和路德结婚 最后生大卫 对 因为米赛亚是大卫的儿子 对吧 所以说是父系 那么大卫又生所罗门 所罗门又娶了 这个亚门人 妈妈做妻子 对吧 所以说米赛亚的家谱 必须要有 这两个母系的人 对吧 来自于罗德 所以罗德的家族 和亚伯拉罕的家族 一个是羊 一个是鹰 对吧 亚伯拉罕是羊 罗德是鹰 对吧 最后 生出米赛亚 那么 摩亚人的后义是路德 亚门人的后义是喇嘛 对吧 那么 这两个人的数字 等于多少 771 终点数386 耶稣的数字 对吧 看到没有 说耶稣是摩亚人路德 和亚门人 喇嘛的后义 那么这个地方更有意思 在这个西方亚书里边 先知书 对吧 西方亚书 这个二章第九节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你把这个单词 这个中间的这个单词 叫铁液给它去掉 铁液的意思就必项 对吧 铁液必定的意思 应该是必定 不是必项 必定 如果你去掉这个必定 那么这个经文就成了 摩亚人要向索多玛 亚门人向俄摩拉 对吧 剩下来的这四个单词 数字等于多少 772 平均数 耶稣 看到没有 告诉我们耶稣 必定要出自于 摩亚 索多玛 亚门 俄摩拉 看到没有 全是设计 全是设计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考察 罗德的妻子 对吧 这个接下来 是我们这个星期 发现了一个最大的 最命令震惊的一个数字 相当命令震惊 对不对 相当命令震惊的数字 那么罗德的妻子 叫什么名字 我们不知道 圣经不给我们 对不对 圣经 只有一节经文 提到了 罗德的妻子 每一节经文 创世纪 19章 26节 他的妻子 往他后面去看 他就变成了 一根眼柱 相当奇怪 什么意思 那么首先 需要去纪念 需要去记念 需要去回忆 你说简单 字面诚 当然很好理解 耶稣基督的教导 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 爱这个世界 贪恋 贪恋 贪婪 这个世界 索多玛 和俄摩拉 代表 这个世界 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对吧 基督徒 学民 不要太爱这个世界 对吧 要有一点 要有一点 大能的审判 不要太多的 对不对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算数字 是相当令人震惊 这个是我们这个星期 最发现的一个 最令人震惊的数字 对吧 一个数字 令不令人震惊 不单单要看数字本身 还要看它概念之间 能不能够形成 一个镜像关系 怎么个令人震惊 莫德的妻子 在希伯来文 叫 Axis Lloyd 对不对 Axis Lloyd 它的数字等于 746 746 是基督教的数字 Nuts the truth 基督教 那如果你考察数字 你单单发现了这个概念 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 这个大不了的 对不对 这个数字 这个并的概念多了 对不对 你746是罗德的妻子 746基督教的数字 那又怎么样 我看不出一个名单 对吧 所以说 你单看一个数字对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可能是个巧合 什么时候就不是巧合了 当你找到了镜像 我们能不能找到镜像 当然能找到镜像 你能震惊的是 首先你说基督教的镜像是什么 那当然是犹太教 对不对 如果你基督教 找到了一个数字 和犹太教的数字形成镜像 这个概念形成镜像 那么你就找到重点了 抓住重点了 那基督教的镜像呢 当然是犹太教 犹太教的西伯来文 叫亚哈布斯 数字425 令人震惊的是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数字 不得不少 正好是425 犹太教的数字 这个词组在圣经里面 大量出现了 对不对 每次都是手拉手 有索多玛就有俄摩拉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数字 425 是犹太教的数字 而罗德的妻子 726是基督教的数字 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镜像 但其实 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 更令人震惊 你说OK 746是基督教 425是犹太教 对不对 基督教是罗德的妻子 犹太教 是索多玛和俄摩拉 那基督教和犹太教 两个数字 相差多少 这个相差的数字 对哪个单词 令人震惊的是 基督教和犹太教 相差的数字 是321 正好是 俄摩拉的数字 相当令人震惊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以 所多玛为中轴 你右边一个俄摩拉 你左边一个俄摩拉 三个名字的数字 正好是基督教的数字 看到没有 所多玛和俄摩拉是犹太教 所多玛俄摩拉加俄摩拉 是基督教 如此令人震惊的 镜像数字关系 不可能是巧合 只有可能 是神的设计 相当令人震惊 对不对 凡事都是设计 一切 均掌控在 造物主的手里 你说OK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对吧 为什么说 所多玛和俄摩拉 代表犹太教 那么其实也很好理解 对吧 首先 这个称这个 犹太教也好 这个以色列也好 为所多玛和俄摩拉 这个不是我们的发明创造 这个圣经里面 大量的经文 那怎么样去理解 对 怎么样去理解 那么其实也很简单 那么如果你去考察犹太教 你会发现 犹太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犹太教最大的特点 犹太人最大的特点 他不和你外邦人打交道 对不对 他把他的腿 给死死的抓住不放 他不给你外邦人 那么这种做法符不符合 神的旨意 当然不符合 对不对 在以色亚书当中 三次提到 要犹太人也好 以色列人也好 要做外邦人的光 Nay all going 什么叫做做外邦人的光 什么是光 Torah 意思就是说 神的旨意 是要你犹太人 把Torah 要传授给外邦人 白白的给出 你的光 白白的给出 不要收钱 白白给出 对吧 你白白的领受 因为你从神那里领受 是白白的领受 白白的领受 白白的给出 这叫什么 这叫黑神 但是犹太人怎么做的 他不但不给外邦人传Torah 他还把Torah给抓住不放 他不给你 对不对 你们看不到哪个我犹太人 要给外邦人传福音的 没有 他不和你打交道 对吧 他认为你就是拜偶像的 就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 这个Torah是我们的 那是我们的宝贝 对不对 我的宝贝 我不给你 对吧 抓住不放 Torah是神的恩慈 黑神 抓住Torah的恩慈 不白白的给外邦人 代表什么 代表Govra 大冷的审判 对吧 他觉得你不配 对吧 你拜偶像你吃猪肉 你不配学我的Torah 对吧 他觉得你不配 你不配 对吧 你这个器皿 不配 你怎么领受我的光 对吧 神说你不管他 配不配就给他 那么他说我不行 我不给他 这个是宝贝啊 开玩笑 对不对 他一天大晚吃猪肉 不心隔离 乱七八糟的 白偶像 我干嘛要把神的宝贝 给他 对吧 所以说 当犹太人 不把神的Torah 给外邦人 就仿佛 索多玛 不给寄居的人 以恩赐 黑色 所以说在马太福音 十章十五节告诉我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和俄摩拉 所受的 比纳尘 还容易受 纳尘是哪里 耶路撒冷 对吧 但圣经里边指到 纳尘 是特子 特子的尘 是没有把名字给你挑明的 那都是耶路撒冷 那是不信的 耶路撒冷 他不给出 是因为他不信 对吧 所以说 在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 再次称耶路撒冷为 索多玛 在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 这层 耶路撒冷 按照灵异教 什么 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 定十字架之处 在哪里 耶路撒冷 对不对 所以说称耶路撒冷为索多玛 那不是我们的发明创造 那是圣经的启示 那你说为什么 罗德的妻子代表基督教 正如基督教出自于犹太教 罗德的妻子 出自什么 索多玛 索多玛代表大能的审判 那么罗德的妻子代表恩慈 因为基督教代表恩慈 黑神 白白的给出 传福音 白白给出 所以基督教代表黑神 白白的给出 不管你配不配 先给你传福音再说 天使说不要回头 但罗德的妻子 却回头观看了索多玛 代表什么 代表恩慈和大能的综合 变成了盐柱 对吧 因为盐是大能和恩慈 综合的产物 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 你们是地上的盐 你们是世界的官 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十四节 盐和光 对不对 这是耶稣的教导 什么叫做世界的光 是给外邦人传福音 传通话的福音 因为土耳是光 所以说当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 是针对犹太人 或者说针对以色列人 对针对领受了土耳的人 你要把你的土耳 要传给外邦人 这是你的光 用你的光 对不对 给出你的光 白白的给出 特别恩慈 那地上的盐是什么概念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讲 盐释放食物的美味 盐是好东西 但盐不能放多了 恩慈 不能太放重 不能过了 必须要控制他的数量 什么叫控制 控制代表大能的审判 给出光 是白白的给出代表恩慈 但是 你在给的过程当中 你要有控制 对不对 要恰到好处 不能太烂 要适可而止 不能放重 这就是盐的概念 你要放点盐 就是你要有控制 所以说 正如经上记住说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 因为必用火 当盐 去咽人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位 可用什么叫他在咸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何物 看到没有 耶稣基督说 用火 当盐 火代表什么 代表审判呀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盐 是代表审判 代表大能 对不对 那么哥罗西书 四章第六节 保罗书信 你们的言语常常要带着 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 个人 什么意思 用盐去咽人 用盐去调和 都是代表在恩池里边 添加那么一点点 大能的审判 这样才能够综合综合 产生 美丽的果效 对吧 所以说罗德的妻子 他没有掌握好这个分寸 对不错 这个罗德的妻子 代表基督教 基督教对应的是 赫神 恩池 但是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在哪 他没有一个度 对不对 他没有一个度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你要还是要放一点点盐 好不好 对不对 要放一点盐去调和 你要有一个度 你不能太放纵了 对吧 很多基督教的这个 这个教会 对吧 一天到晚太放纵了 没有一个度 那么犹太人是反过来的 这个犹太人给你控制得太严了 对吧 所以说 要放点盐 要综合一下 对吧 要适度一下 那么才美丽 才美丽 对吧 所以说 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有这么一些经文 华都内 从耶和华那里 从天上 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 这个动词叫下雨 对吧 所以说搞得我们中文都不好翻译 对吧 下面你明明告诉我是这个流黄与火 你上面告诉我下雨 什么意思啊 究竟是下雨还是下火 所以拉比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协调解析 调和解析说先下雨 然后再下下火 对不对 所以说是先下雨后下火 雨水代表什么 代表恩慈 火代表什么 代表审判 对不对 先下雨 里面是水 里面有很多盐 接下来下火 流黄与火 把水蒸发以后 就形成了盐 对吧 这就是今天的死海 对吧 索多玛的原子 死海的西伯来文 阳 哈美拉 盐海 阳 哈美拉 盐海的意思 流黄 流黄与火 代表什么 代表审判 对吧 因为 所多环 和俄罗 是极端的大人的审判 最后导致自己被审判 这是神的良气 还良气 如果你考察数字 流黄与火 流黄与火的数字等于多少 一千 正好是弥赛亚 约瑟的儿子 和弥赛亚 大卫的儿子的数字 Mashiach ben Yosef Mashiach ben David 代表什么 代表 弥赛亚的审判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 到这里结束 这个内容比较多 讲得比较快 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 提问题 休息十分钟以后 我们再回来 回答问题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回答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 请问为什么弥赛亚的火花 要在罗德的身体里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这个还真的 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吧 因为这个 这很显然是神的设计 你会发现 这个整个 这个圣经的 这些主要的人物 迦普 他的源头都来自于 亚伯拉罕的父亲 Tirach 对吧 然后从亚伯拉罕 那个地方分为两个系 亚伯拉罕和罗德 你为什么要在 罗德的身体里边 这个也不知道 对吧 这个也是神的一个设计 下面一个问题 所罗门儿子 罗伯拉罕的母亲 雅门人 喇玛 和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有什么关系吗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们唯一能够想到的 就是说因为在这个 福音书里边 有两个家谱 对吧 一个是这个马太福音 一个是路加福音 那么渡这个马太福音 他的那个家谱 是通过所罗门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那么渡家的福音 他就不是所罗门 是大卫的儿子 内粉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大卫的 那个 那一代 又分了两个系统 一个是所罗门 作为一个系统 另外一个叫 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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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分了第二个系统 对吧 你说这个和 玛利亚什么关系 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 只不过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不是很清楚 下面一个问题 从性别的概念 可不可以理解为 男人给出代表恩赐 女人能领受 代表审判 对的 这是我们一直在讲 对吧 这是卡巴拉的一个 最基本的 一个概念 对吧 就是一个给出和领受 给出 对吧 Mekabel Mekabel领受 这个 一个是领受 一个是给出 对吧 最基本的概念 那么男人的话呢 总是代表给出 女人的话呢 总是代表领受 男性 对吧 这阴阳 阴总是代表领受 阳总是代表给出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如何祷告 才能蒙应允 这个东西 其实和你如何祷告 没有关系 对不对 是你祷告的内容 对吧 祷告的内容 你符合神旨意的 你肯定会被应允 你不符合旨意的 不符合神的旨意的 那么肯定是不可能被应允的 对吧 比方说一些大事件 对吧 举个例子 这个耶稣基督要定十字架 就定好的 对吧 如果你向神祷告 你说神啊 不要让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那你反而还要收到 咒诅了 我跟你讲 对吧 因为你的内容不对 对不对 彼得就这样祷告嘛 然后被耶稣给臭骂了一通 说撒旦 退到我后面去 对不对 所以说祷告是内容 关键在于内容 你的祷告的内容 一定要符合神的旨意 你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在陀娃里边 你把陀娃学了以后 你就知道神的旨意 下面问题 基督教讲道收费 是不是和犹太教一样 缺乏根辞 对的 这个讲道应该是白白给出 对的 你白白的领受 那么你应该白白的给出 对的 讲道是白白给的 对吧 这个不应该收费 那不应该收费 这个你说啊 我需要这个经费 那那么你需要的经费 应该来自于奉献 奉献的话是人白白给的 也不叫白白给 就是说人给出来的 那也是一种 对吧 就是说你如果讲道 白白给出 那么必定就有 这个听道的人 给你奉献 但是你不能够收费 对吧 好 下面一个问题 亚伯拉罕代表恩爱 叫恩词 黑色 以撒代表审判 对吧 这叫定 所以圣经记载了 亚伯拉罕很多事迹 对的 但却没有记载 多少以撒的事迹 对的 对吧 只记载挖了几口井 正如这个世界 如果太多太多的审判 就不能存在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 应该这样理解 对吧 我们刚才不是这样讲的吗 神创造天地 六天创造天地 神的名字是什么 Elohim Elohim 代表审判 对的 但是 在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次 描述 创造天地 出现了耶和华的名字 那么耶和华代表怜悯 那么拉币怎么解禁 神创造之初 那么 他的密道 他的这个属性 是审判 但神意识到 如果 采用审判 那么这个世界 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经得起 真理的审判 没有一个人 站得住脚 对吧 你再厉害 都能找到你身上的毛病 对不对 所以说每个人都需要怜悯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丈夫生命比较低 妻子生命比较高 丈夫会觉得 妻子所说的 都是限制她的自由 那么妻子应该任由她 还是勉强她接受 对吧 那么 这个我们以前 给大家讲过 对吧 这个丈夫和妻子 那么丈夫的话呢 是黑色 那么妻子的话呢 是这个 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和沙拉一样 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和沙拉一样 所以说亚伯拉罕家里边 那么亚伯拉罕代表的是恩词 对不对 亚伯拉罕代表恩词 那么沙拉罕和沙拉罕代表这个审判 那么这个这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夫妻的关系 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给伍拉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但如果这个你说啊 你说家里边这个丈夫的生命比较低 那么其实这个其实就说妻子在家里边的这个作用 总体来说是审判 对不对 总体来说是审判的 那么妻子在家里边 代表审判是正确的 是符合托尔的 对如果因为没有妻子的审判 那么丈夫的话呢 一般是不能管住自己的 对吧 因为丈夫的这个属性是属于黑色 对吧 这也是男性和女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对吧 比方说一般的说来 那么男人的话呢 喜欢在外面 叫 叫什么路边的野花 对不对 就说男人和 就说丈夫和妻子相比 谁更在外面容易有外遇 男人 为什么 因为男人的属性是黑色 对吧 黑色的意思动不动就要出去爱 那么妻子的话呢 她的属性是 他能够控制住自己 对 所以说这个妻子在外面 一般是不会有外遇的 一般的说来 对吧 任何一种基本原则都有例外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说来 对吧 丈夫都比较慷慨 那么妻子的话呢 都比较 收敛 对吧 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收敛一点 对吧 一般的说来 丈夫在外面比较大方 那么妻子的话呢 比较精打细算 对吧 这是设计 对吧 因为这个是黑色和格夫拉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 这个家里边 如果丈夫觉得妻子 比较限制她的自由 这是正常的 对吧 因为妻子是格夫拉嘛 对吧 所以说 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是丈夫要爱妻子 对吧 妻子 要顺服丈夫 对吧 爱就是hesed 给出 对吧 丈夫的天性就是爱 对不对 只不过圣经说 你要爱自己的妻子 对吧 就不要爱这个其他的女人 对吧 因为丈夫的这种特性是爱其他的女人 对吧 因为他的爱 喜欢 贱人就爱 对吧 所以说 当圣经说 你要爱你的妻子 其实有点格夫拉的成分 就说你要收敛一下 对吧 你要把你的爱再收敛一下给你的妻子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丈夫爱妻子 从某种程度上 是在hesed里边 要加一点格夫拉 对吧 要加一点盐 按照我们圣经刚才讲的一种说法 要加点盐调和调和 收敛一下 那么妻子要顺服丈夫也是一个概念 因为一般的说来 那么妻子是属于格夫拉 格夫拉的话呢 就说明他喜欢控制 对吧 所以一般的话 这个家里边妻子喜欢去管自己的丈夫 因为他是格夫拉呀 对吧 他是大人格夫拉 格夫拉就是限制你控制你 对吧 所以说圣经是OK 你要反过来 我知道你妻子是格夫拉啊 你喜欢控制你的丈夫 但是 怎么样 你要有点hesed 要顺服 要爱你的丈夫 顺服你的丈夫 这个意思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的叫基本原则 每个家庭里面 这个丈夫和妻子 这个都有例外的 那么所以说你要按照自己的具体的情况 去怎么样去掌握 对吧 去掌握 下面一个问题 耶税 耶稣是拉玛的后裔 拉玛是亚门的后裔 那为什么又是摩亚的后裔 那么刚才不讲了吗 对吧 有两个 有两个女子 嫁给了 这个大卫的后裔 不是大卫的后裔 嫁给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 一个是路德 对不对 因为路德是摩亚人的后裔 那么路德和这个波阿斯结婚 成了大卫的祖先 那么大卫又生了一个儿子 守了门 又娶了这个拿玛雅门人 做妻子 对不对 这不就串上了吗 下面一个问题 怎么样看待 在希莱举办的气候实现 是符合神的旨意 预备弥赛亚再来吗 还是这个DS的计划 那么所有这些气候 对不对 这个所谓的全球变暖 什么气候危机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 这个DS深层政府的一个计谋 对不对 这个是一种骗局 对不对 生的百姓 最不担心的就是什么气候变暖 对吧 只有无神论才会担心这些问题 对不对 因为生的百姓知道 一切掌握在神的手里边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气候变暖也好 那么这都是阴谋理论 搞的 对不对 你生的百姓应该不要去耽费时间 在这些事情上 这是个骗局 对吧 这个东西 你都不用去相信阴谋理论 你就应该知道这是个骗局 对不对 神创造的这些东西就是给人用的 你要好好去用 对不对 这些资源 天然气石油 这都是资源 这资源都是给人用的 对不对 然后你不去用 还要限制人去用 对不对 自己骗自己 自己给自己 找麻烦 对不对 所以说真正信徒 相信神的 不会参与这些东西 下面一个问题 哪些经文知道 罗伯安的母亲是亚门人 拿马 那么这个经文有的 这个东西 我这个地方一下给你找不出来 对吧 你自己去查一下 有两个地方记载了 对吧 这个你查一下 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世界 有点像索多玛 两个特征分开 有些地方 恩慈 过渡 对吧 连同性恋 黑命贵 可以包容 有些地方 鼓励 相互举报 甚至没有在本地做过 这些 对啊 现在 现在这个世界 是一个相当 不符合逻辑的世界 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绝大多数事情 都是相当的荒谬 相当的荒谬 对不对 这个 那么从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 救赎快来了 对不对 我们知道以前给大家学过 当 这个世界的人 黑白混笑 对吧 把 这些颠倒黑白 混笑是非 那么你知道 弥赛亚 快来了 对吧 所有这一切 我们今天 所经历的这个世界 相当不符合逻辑 相当荒谬的事情 正在发生 那么这是弥赛亚来临前的 征兆 啊 征兆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荒谬 荒谬的世界 下面个问题 现在大肆宣传 要见贡销社食堂 是不是新秩序的 新秩序的一部分 这个的话呢 我倒没有去研究过 我估计应该是 所有这一切 就是说我们现在 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 都是很荒谬的 你自己去思考 你觉得很荒谬 对吧 很荒谬 下面一个问题 伊萨的生命非常美好 一夫一妻 灵性美好 他的一生是平静的 大有恩典 下面一个问题 恩慈过度是奸淫 审判过度是杀人 对了 所以说 在六月记里边 当提到 这个同父异母的 这个 这个哥哥 和自己的同父异母的 这个妹妹 发生关系 圣经怎么说 那是黑神 对吧 我们中文当然没有翻译出来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奸淫 原文叫黑神 那是恩慈 那叫恩慈过度 对不对 什么叫恩慈过度 见人就爱 看见哪个漂亮就去爱他 那叫什么 那叫奸淫啊 对吧 说这个爱过度了 就是奸淫 在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一些 控制一下 但是审判过度了 对吧 比方说现在 在国内就有这种情况 审判太多了 对不对 这个人的命都不值钱了 对不对 什么都是需要上面的话 那叫什么 那叫审判过度 也是一个咒诅 是吧 恩慈过度 是咒诅 那么审判过度 也是咒诅 对吧 比方说这个恩慈 过度 在西方国家 特别明显 对吧 比方说 美国 加拿大 这些西方国家 叫恩慈过度 什么都是爱 对不对 这个同性人也是爱了 对不对 这个所以说这些地方 比方说美国 美国的话 像看到佛尼亚加州 所谓的南州 就叫恩慈过度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小偷到这个超市的一边去偷东西都无所谓了 对吧 那叫黑色的要爱呀 对不对 对吧 同性人也无所谓了 杀人放火也无所谓了 对吧 这些国家把死刑都给去掉了 说啊 我们要爱 这叫黑色的国度 最后也是一种报应 对不对 会造成怎么样 犯罪力高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西海岸犯罪力高 为什么犯罪力高 太多的恩慈 没有格福了 对不对 圣经说 杀人要偿命 对不对 那叫公义 我们这一国要怎么样 这个我们要非掉死心 人啊 那么完蛋了 你非掉死心 这犯罪力就高了 对不对 那么国内的特点是什么 是审判过度 对不对 这个照理说 你都是同一个民族 对不对 都是一家人 一个国家 你对人 人与人之间 你多一点 关爱 不行 审判 出门审判 每一个人都是坚弃敌人 对不对 这叫审判过度 对不对 所有这些极端 都会造成咒诅 对不对 所以说哪里都有咒诅 没有掌握到这个分寸 没有这个尺度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只有妥娃 才是最美丽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既要有审判 又要有恩赐 你把它掌握好了 就是美丽 下面问题 现阶段 更多的原来的教会的人 想来学习托儿 但掌握不好尺度 容易低进 陷进犹太教里 不认识耶稣 感恩我们的数字解经非常好 规避了同时证明 凡事都是神的设计 他有恩典 哈利路亚 请问对于初学者 应该怎么样 从头开始学习 大概的路径 能指导一下吗 很快的跟上 我们学习的进度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提了 比如说 这个挺好挺好 对不对 怎么样才能从头开始 那么其实学习托儿和学习其他不一样 没有什么从头开始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 什么时候 就是从头开始 所谓的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对不对 就好像你如果今天悔改了 对吧 如果你今天明白了 你就会悔改 同一个道理 你今天愿意学习 那么今天 就是你的从头开始 从头学习 对吧 这个土耳没有什么从 这个这个 这个从头开始的 每天都是从头 我们每天都是新的生命 每天都是从头学习 所以说你没有耽误任何机会 对不对 每天都是从头学习 对吧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 参加我们的学习 对吧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分享 每个星期你们在学习 我也在学习 对不对 我的学习 是为了你们的学习 你们的学习也是为了我的学习 对不对 这个大概的路径 那就是按照我们的土耳的 这个跑了虾 每个星期 对吧 按照每个星期 学习一个跑了虾 那么从这个跑了虾里边 我们去找一些亮光 给大家分享 那么很想让我们的学习 也有神的带领 对不对 要不然 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亮光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对吧 我倒没有什么书籍网站 网站的话呢 这个网站太多 对吧 这个书籍的话呢 我也不知道 对吧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中文的书籍 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全球 现在全球 倡导 同性恋 骄傲 是不是当年 索多马轮回 这个有可能不知道 对吧 很有可能 但是我们不知道 没有研究过 这样说 OK 王上14章21节 对了 下面一个问题 脊椎疼痛祷告 下面一个问题 全世界同性恋现象 是否有一种因素 与败偶像有联系 犹太 塔莫德 圣泽们 从陀拉里边 总结出 八样恶行 毁灭了世界 其中把 第九样 放纵肉体 随意的性行为 异性恋 和同性恋 都有 这种恶行 这个我倒不清楚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这样看来 犹太 普拉里边 隐藏奥秘太多了 在翻译版本里边 根本没有这些 延伸的意义 在今天来看 现今世界 也好比索多玛 我们也好比索多玛 里边 罗德一家人 非常像 提醒自己 不要贪恋 索多玛 不然 罗德的妻子 给了见证 善待身边的人 孤儿寡母 相残 那些社会底层的 帮助他们 学习神的话 活出见证 分享福音 对的 那么这个领受就对了 下面个问题 讲起十一章十八节 莫斯审判 耶路撒冷 索多玛 新闻没有看出来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启示录里边 这个地方 将耶路撒冷 称为 索多玛 这个意思 对不对 下面问题 听牧师讲到 索多玛人 第九样行为 是带避孕套 嫖自己的老婆 或者别人的老婆 甚至没有丈夫的女人 这个我倒没有提 说过 对吧 这个 索多玛的话呢 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 对吧 一种是同性恋 一种是没有黑色 这个已经讲了 你讲了 这个我没有提 说过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弥赛亚的火花 要藏在罗德的身体 这个我也不知道 对吧 这个 或许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需要学习 对吧 这神的设计 为什么要通过罗德 那么 下面一个问题 杀人 拜偶像 奸淫拜偶像 奸淫过度 奸淫对应 恩慈过度 杀人对应 大能过度 拜偶像对应什么 那么这个地方是三大队 三大罪 对 三大罪 那么三大罪的话呢 它是对应 这个三位先父 对吧 这个对应三位先父 比方说 亚伯拉罕 他是黑色 那么黑色的过度 就是奸淫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亚伯拉罕 要先生 以示玛利 以示玛利 就代表 黑色的过度 对吧 因为以示玛利 很放纵情欲 对对 以示玛利 可以娶很多老婆 对对 以示玛利 这个 他们要去寻道 是为了什么 为了天堂里边的 七十个处女 对对 所以说 他们一天到晚 就是奸淫过度 对吧 这是以示玛利 对吧 所以说 黑色的过度 奸淫 那么大人的过度 是什么 是杀人 那么 以撒 为什么要生以扫 对吧 以扫 以东 以东 红色 流血 对吧 所以说以东 基督教 对吧 罗马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 这么几千年 杀人放火 对吧 整个欧洲被他踏平了 十字军东征 对不对 杀人放火 对吧 到处征服 对吧 这个叫 叫什么 叫 叫 那叫什么 殖民地 对吧 欧洲的殖民地 杀人放火 对吧 这叫以东 以扫 对吧 所以传福音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 比如说前面是这个 这个殖民的军队 后面是牧师 你一个概念 对吧 所以这是以东 基督教 对吧 这叫 杀人 杀人 过渡 那么拜偶像对于什么 对于托拉 对因为第三个 属性是谁 是雅各 雅各对于什么 对于美丽 学习托拉 对不对 你不学习托拉 你肯定拜偶像 对不对 你不学习托拉 肯定拜偶像 对吧 所以说拜偶像对于什么 对于学习托拉 美丽的 过渡 下面问题 谁知道哪里卖 真牛肉 高临老人 是猪肉 现在知道不能 买牛肉 这个我没法回答你 对吧 这个东西你要问一下当地的人 下面问题 我看圣经读几分钟就不想读了 没有耐心读圣经 什么缘故 因为你 如果学习圣经的奥秘托解经 你就会有兴趣 对不对 因为奥秘托一解开了以后 你会越读 越有味道 对不对 越读越有味道 下面一个问题 大能过 过度 有控告神的嫌疑 根本不存在 这种情况 不通 这个东西 谁会控告神啊 人是受造之人 人是受造之物 人怎么控告神 对不对 一个受造之物 你怎么控告神 对不对 但是你学习懂 你当然知道 按照生命术 左边右边中间 右边左边中间 这是神设计的 对不对 只有拜五相的人才会认为人可以控告神 你学习土啊 学习神的奥秘 人怎么可能控告神 你人算什么 一个受造之物 你怎么控告神 你想控告神 控告不了 对不对 下面个问题 唐不得说 圣殿还在的时候 牛要交给立位人宰杀 献上平安剂 是什么回事 有点不太信 如今没有圣殿了 外邦人怎么按照土耳原则吃牛肉 那么你说的这个地方是一种叫做 Cashrut对吧 这种Cosher的标准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宰杀要放血 对不对 要放好血 就这个意思 宰杀牛羊 放血 那么就可以吃 对不对 所以说在地里边自死的 就自然而然死的 那不能吃 为什么没有放血 对吧 血里边是他的灵魂 你必须要放了血 才没有灵魂 对不对 所以说 外邦人按照土耳的原则 怎么样去吃牛肉 只要是放血的就可以吃 对吧 但是你这个牛羊都是宰杀的 当然可以吃 对吧 如果是自己死的 你就不能吃 对吧 关键点在于放血 先来个问题 请问 耶稣名字358 耶稣的名字是386 好吧 358是Mashiach 迷赛亚 两个概念 对吧 这个中间插了一个 嘿 是不是拉比抹去的吗 这个和拉比两个概念 那么 耶稣啊 耶后续啊 这两个名字 在土耳里边都有出现 圣经里面都有出现 没有什么抹去不抹去的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以后续啊 那么其实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的源头是什么 是约书亚 约书亚 他的名字本来叫 侯西亚 他的首字母是一个 嘿 对不对 首字母是个嘿 那么 这个派十个探子 十二个探子 派十二个探子 出去以前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摩西 帮 这个 侯西亚 祷告 他改名字 对吧 叫 耶后续啊 那你就怎么改的 他本来叫 侯西啊 那么在前面 加了一个 就变成了耶后续啊 那笔当然有很多解经说 啊 这个又的从哪里来的 是来自于沙拉的名字 对吧 因为沙拉 他的尾字母是个 余的 对吧 所以那笔解经说 OK 摩西把沙拉的尾字母 余的 给了 和西亚 给了和西亚 他就从和西亚 变成了 耶后西亚 耶和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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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就是耶稣的名字 对不对 耶和西亚叫 耶和西亚 那么耶稣的话呢 少一个黑 叫耶和西亚 两种拼写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比方说耶和西亚 他叫耶和西亚 站在先知书里边 也叫耶稣 对吧 把黑给去掉了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 这个加一个黑也好 少一个黑也好 他肯定是有他的奥秘的 对吧 因为这个YUD和黑 是一个配对 说白了 YUD代表将来世界 黑代表现在世界 对吧 所以说拉比说 神创造现在世界 用了一个黑 那么创造将来世界 用了一个YUD 对不对 你说从哪个地方知道 通过黑 在这个陀佛里边 这个创世纪第二章 讲到 这就是天地被造的家谱 B-H-E 叫什么 叫B-H-E-A-M 里面那个黑是小写的 写的很小 那比如说 用黑创造天地 那你说每个地方知道 用YUD创造 造人的时候 对 那个YUD重复了两次 多了一个YUD 对吧 所以说拉比说 给人创造了两个世界 将来世界和现在世界 对不对 这个和拉比抹掉没有关系 我们说拉比抹掉是伪字母 那是拉比抹掉的 对吧 耶稣啊 他的伪字母是个阿影 那么拉比把他抹掉了 所以说都没有没有这个阿影 就变成了耶稣 对吧 本来叫耶稣阿 对吧 本来有个阿的音 把阿给去掉了 就成了耶稣 那是被拉比抹掉的 相当的问题 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 看到了就快乐 对不对 就说 这个亚伯拉罕和耶和华面对面 耶稣是耶和华吗 可以这样理解 对吧 因为耶和华没有形象 对不对 人不可能看到耶和华 对不对 所以说亚伯拉罕 看见了耶和华 那肯定是耶稣了 对不对 那么 犹太教 全然否认 亲自显现 这个也没有否认亲自显现了 就说有一个基本原则 人是不可能看见神的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神 超越 他的 这个 就是说 神是超越这个世界的 你当然不可能看见他 对吧 那么如果你能够看见 就说明他下降了 进入了你的这个低层 对吧 那就意味着他穿上了衣服 对不对 就好像天使 你是不可能看见天使的 那你说我看到天使了 那是因为天使 穿上了人的衣服 对不对 一个道理 对不对 你人是不可能看见灵界的东西的 那你说我看到了 那唯一的可能性 是灵界的天使也好 神也好 他降低下降 对不对 从他的高处 下降到低处 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要穿上衣服 穿什么衣服 穿人的衣服 你才能看见 下面一个问题 如今以后 不在世上 你们在世上 哪里去名字 叫他们合而为一 请问 因你所赐我的名 耶稣说这个名是耶稣的名字 上帝名字给了耶稣 这个就是耶稣的名字 对吧 耶稣的名字 耶稣是救赎的意思 对吧 耶稣救赎 这麽一个问题 毁灭所多玛 俄摩拉 灭命天使 撒旦没有参加吗 那么很显然没有参加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两个天使 一个叫做 Gavriel 一个叫Raphael 下面一个问题 左派的坏人 每天 坐专机出行 却不让穷人 开汽车 出行 对了 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一个世界 对不对 太多的不合理 下面一个问题 艺术走歪路 就是奸瘾 恩慈过渡 科技走歪路 就是弱肉强食 审判过渡 这个问题 这个 这个倒是很有意思 对吧 的确如此 对吧 因为艺术和科学 也是两个对立面 对了 所以说你这个思维是对的 我感觉 对吧 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 艺术 对吧 和科学 两个数字相加等于611 托拉的数字 对吧 这托拉的两个面 艺术走歪路就是奸瘾 对的 是这样 恩慈过渡 对吧 科技走歪路 那么可以引申出来 是审判过渡 是审判过渡 对吧 这个思路是对的 对吧 这个对应的关系 进行关系是对的 下面一个问题 生活中 穿衣 穿衣 装修 有必要考察 阴阳五行 风水的说法 当然没有必要 对不对 当然没有必要 为什么 这就是外邦能搞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女 我们是超越了 这些风水 这些阴阳的掌控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惧怕 也没有必要去算计 对不对 因为你算计多了 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 对不对 吃亏的是自己的 你算计是没用的 这个命是定好的 对不对 该你出事情 你就要出事情 你说我要躲避它 没用的 最后过来要 叫什么 要反咬你一口 叫你 叫 独不诚实 对 这个以前给大家打过比方的 对吧 这个在 这个Nabi的一个比方 索罗门 有一只会说话的鸟 有一个人他喜欢这个鸟 他说索罗门给我吧 索罗门说不能给你 他说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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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索罗门面前 每天去烦它 索罗门也烦它 让它去吧 好 这个人有了会说话的鸟 开心 开心死了 对吧 就好像我们今天 哇 阴阳五行 风水 我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这个人每天就听这个鸟儿说话 有天的鸟儿说话 鸟儿说 你们家的鸟要死了 哇 我的鸟要死了 怎么样 先把鸟给卖了 把鸟给卖了 卖了以后那个鸟死了 他没有损失 很开心 对不对 按照我们的话说 你看这个阴阳怎么样 风水怎么样 我明白了 你看 我多过了一个灾难 过了几天 那个鸟又说话了 他说 你们家的房子要被火烧了 他说 要被火烧了 开玩笑 马上把房子卖了 结果 房子卖了 对吧 卖了几百万 卖了几天以后 那个房子真的就被烧了 他说 哇 你看好厉害 对不对 我有一只会说哇的鸟 帮我这个躲背灾案 你看 我都钱全赚回来了 这个房子该 该毁就毁 那怎么办 第三只 那个鸟儿又说话了 他说 明天 撒旦要取你的命 他说 开玩笑 这个麻烦了 撒旦要取我的命 那我怎么办 没办法了 对吧 我不可能把自己给卖掉 怎么办 去找所得门 所得门说 你这个笨蛋傻瓜 对不对 这个天上已经判定了你在某年某月要死 对 因为你父母的功德也好 你的祷告的功德也好 等等等等 那么天上的法庭裁定 对 让你家的牛死替你抵命 结果你把牛给卖了 对不对 后来 联名的神怎么样 又出了一招 要不然就让你家的房子失火烧 损失几百万 这样至少可以把你的命给 保全了 结果怎么样 你在说话的你啊 又把天机给泄露了 结果你把房子给卖了 你没有损失 那现在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这个牛 这个牛也死了 房子也卖了 那怎么办 你现在只有你的命了 什么意思 不要去算计 对不对 没有任何用 对不对 你去参考阴阳干嘛 风水干嘛 不错 他能告诉你啊 怎么样可以避灾难 那又怎么样 很多灾难的本身 就是联名 这些灾难从某种程度上 是在帮你赎罪 你倒好 你把灾难给躲过了 你把灾难躲过 我告诉你将来直接要取你的命 那个时候你就没招了 所以说 神的百姓 不要去搞那些东西 什么阴阳五行 什么风水算命 命 是定好的 既然已经定好了 你在神的面前就顺服 对不对 你在神的面前就顺服 你的信心 是什么 你的信心是 凡神所做的 都是为我的好 对不对 当你家的牛死了 你说很好 好事情 当你家的房子被烧了 你说好事情 你说你怎么知道好事情 你当然知道好事情 因为凡神所做的 都是好的 这就是你的信心 这就是你的信心啊 对吧 下半个问题 如何破除咒诅 你为什么要破除咒诅 咒诅是隐藏的祝福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你家的牛死了 你说那是咒诅 不错 你家的房子被烧了 你说那叫咒诅 对的 但其实 它是隐藏起来的祝福 它是神在救你的命 那你说你还破除什么咒诅 凡神所做的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对不对 都是好的 好 下面问题 为什么网上聊个天 打个游戏 十分钟对方表白要照片 太荒谬了 恩词过度 对了 恩词过度 下面问题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资源 可以随便使用 为什么使用煤炭石油 造成雾脉 造成空气污染 影响健康 这个东西任何事情 它都有它的负面 有它的正面 对不对 所以说人不能滥用 这个世界的资源 应该合理的使用 对不对 应该负责任的使用 神给人的使命是什么 要管理这个世界 要管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资源都是人的 但你要好好的管理 对不对 不要走极端 对吧 一方面 不要完全的限制 另外一方面 不要完全的放纵 对不对 这是右边和左边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这叫美丽 对不对 但这些深层政府 它告诉你 任何这些自然资源都不能用 那叫走极端 你任何一个明白陀娃的都知道 它是一派胡言 我跟你讲 这叫一派胡言 对不对 任何一个明白陀娃的 对那些环保主义者 都是一种看不起 都看不起他们 一方面真正知道的人 是骗子 不知道的 是被骗的 是被骗的 好 那么今天的话 这个 时间有限 还有很多问题 这个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 结束了 好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 散会的祷告 谢谢大家